我说你就这么怕军灵渊啊 见了他就像浩子见了猫似的 脑子都没了 我才没有 只不过 要是他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我不想他不开心 我们两个清清白白问心无愧的 他不开心是他的事 还是说 你想跟我问心有愧一下 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 你别再这样了 还有 前日你生辰 我送你去谱的事 可不能让他知道 我才不管 我就是要让军灵渊着急上火 无聊 难道你也想要这个瓶子 才没有 我只不过看他长得好看 多看了两眼 真的 不过看他 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 你 你怎么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怎么 打扰到你们词汇了 我 想要这丫头活命 就放我出去 对对对 我是被玉米也胁迫的 你可要救我 好 行了 你们俩别一唱一鹤了 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 说说吧 现在怎么收场 外面可是严阵以待 等着你们上去的 那我就杀上去 看看谁能拦得下我 今日严辅上下临时众多 你闹这么一出 你觉得呢 再说了 就算你出去了 凤武还在 你们现在可是共犯 那你倒说说 你有什么法子 当然是继续演下去了 不要使用灵力 不然我不好教他 打击什么 你 说 你偷那碧水清天瓶 是不是想送给无诱盗 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 回去劝劝摩尊 让他别再动这种歪脑筋 你能想到这些 证明你心里也想借此拉拢无有道吧 对圣君而言 也是个不小的隐患 不是吗 这是 碧水清天瓶 你偷不走了 你偷不走了 但逃命的门路有一条 怎么样 走不走 那凤武呢 他有我 你再不走 我就改变主意了 凤武 你自己当心 你快走吧 你别误会啊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暗夜幽婷究竟有没有联系 没有 真的没有 我跟他只是碰巧在这里遇到的 碰巧都在这儿当贼 还是在帮他 或者说你也想要这碧水清天瓶 我 我 我可以以后再跟你说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我背着你做这样的事情 是个人多会生气 更让我生气的是 你遇事没有先想到我 你不要多想 我只是心里有些别扭 所以才没跟你说的 玉米夜她是个好人 我跟她不可能有 除了友谊之外的别的了 我跟她说过了 先出去等我吧 别乱跑 哦 碰巧 你以為您回答一下 主fulness 占牛 你仙这具有吗 不要好 没有 来这儿 帅 Houston 拿过去吧 千啥 没有 别人的灵力 并不在我之下 您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那 碧水清天瓶呢 只是 在打斗的过程中 不慎打碎了几样您的藏品 不碍事 不碍事